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你看下路有一波在野区的时候 打他打半天 虽然最终是杀死了 但是花费的时间真的好久 对 而且除了野宝顿之外呢 危机上一局的双核是火猫加幻影长毛手 这两个核心也是属于那种输出比较平缓的 就是没有爆发 火猫的输出 他其实那段时间 只能依靠这个分择面纱去打一个魔法爆发 但一在有潮汐的这个笛子 还有卫生甲之后 他的输出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是的 就是再往后打的时候 越往后打 这个输出的曲线越往下走 没错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LFI是选择搬掉了先知和剧毒术史 然后自己拿到了远古冰魄 而危机这边是搬小牛和巫妖 传长了 嗯 传长是国士无双 最近用的比较好的一个丝毫的英雄 一个招牌英雄 其实以前就是国土的传长的话 也有尝试过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出装 比如说的必章传长 国士无双向为必章 哈哈哈 走一个发育路线 这样后期可能会承担齐听叔叔的职责 昨天他也是用过一句船长出 没有出必章啊 他是向为战鼓引刀 后面很肥 出了一个大炮 就是就是出到后面之后 觉得自己能够做一个大哥了 对 哎 术士 我这个四五号位 其实术士在现在 我觉得他的这种真空期 就是他的大招周期有点长 嗯 而且 而且他也比较容易被被切 就是他一旦被切的话 没什么自保能力 这个英雄的 还剩五秒 怎么说呢 他虽然线上就是保人 还可以 但如果真的碰到 他只能保人 对 还不能游走 这是一点 不过这句还好吗 有个船长可以用 对 就是弥补了一下 R5继续夜魔家冰魂 莫洛克选的这么早 这个 是想藏一下大哥了 因为术士这个点 比方肯定不会去办的 嗯 这个点已经 做了满的好久了 那这样 VG选了术士跟船长 是不是混沌骑士 就没有那么怕了 有很强的AOE 这一局办了斯温 后面是可能会办一手虚空 这一局VG是强化了一下 自己的团阵的能力 嗯 还剩人 输出目前来看前两手也是够的 嗯上一局VG两个酱油 其实也是选的还可以 就前两手都不错对吧 对就是后面的核心补的感觉 搭配性不是很好 而且后期的输出很乏力 本来他们是有机会在中期组织进攻的 但是亚宝顿是 处于一个完全脱离队伍的状态 中期只能4打5太难打了 请天辉放了一手蝙蝠 约织这一手 嗯 他有一个术士在 其实也不是特别怕虚空假面 术士船长 算是一个双反手团空 是的 所以他这个等于是 就是提前应对了对方 可能会选虚空的情况 搬掉了混沌骑士 还是搬了混沌骑士 这一局 这一局会不会继续去办一个像蚂蚁这样的英雄 如果危机选蚂蚁的话就可以完全解放降游 让术士跟三号位可以打一个双利 还是办大胜 对大胜上一局也是办了这个英雄 上一局是办了大胜蚂蚁 这一局是办了大胜蝙蝠 因为这一局蚂蚁 还是船长还是可以留人的 在他出到林肯之前的话 还剩10秒 危机第三首看怎么去选 因为LFI这个四五号位也属于比较百搭的 所以危机很难猜对面后面会补什么阵容 我觉得终究一点就是拿线上强势一点的 或者LFI这一局可以换一种思路 因为危机这两个阵容拿摔 这样英雄拿摔就是强化团战嘛 对 所以他们可以考虑就不跟你打团 不打正面转带球 但是转带球 他们刚才是梳了一把这个带球体系的 但那把输给牛逼 我觉得他们自己的问题比较大 他们没有找到最合适的开团时机 并不是阵容上面的问题 是 这一局还是要看危机这个阵容的线上 强度怎么样 危机第三首选人想的时间比较久 之前我们也说过船长算是一个比较好去处理线的英雄 他可以用标记让一个人回去收线再拉回来 只费一本TP就可以了 不会脱离团队 船长光法有这样的功能 光法比船长当然是要更厉害一点 他跟光法其实各有优劣嘛 团战里面他的这种技能可能比光法来的更直接一些 对 他定位控制更准更稳定 这边三首想了很久选择了一个主宰 这是一个很 最近比较冷门的carry了 主宰的问题是他的输出其实在后期是不太稳定的 他很怕青年保住这个道具 主宰也是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目前胜率很低的核心 怎么我们看来看去 这些人拿的这种核心都不是属于最热门的了 嗯 就点不信邪 对 而且有一个冰魂在主宰这个加血棒的发挥也会打折扣 是的 选了主宰的话 LFI这局比较适合选虚空其实 虚空是比较克主宰的 有一手强控 然后冰魂定位给大 主宰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脆的核心 他逃生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本身血量不高 所以他很怕这种任甲府王之类的英雄 LFI 前三首拿人没有变化 还是龙骑士 嗯 对 危机第四手 缺少二三现在 其实龙骑士像这么肉的英雄我觉得主宰有时候也不想看到 对也不太好处理 护甲很高 对可能斩半天没斩死 第三手 第四手 三号位的选择 你觉得他们这一局拿什么三号位比较好 呃 三号位我觉得 马格纳斯可能会比较好 这一局 呃 马格纳斯配主宰 对 还是先拿火猫 还是先选了中单火猫 留了一手三号位 对我觉得马格纳斯真的可以有对但是 火猫主宰两个核心一选 最后一手LFI可能会办了 这两个核心配马格纳斯都很强对很大 数十根船长 如果马格纳斯被办的话 危机只能是推而去一次的选一个潮汐或者是黑贤这样的英雄了 还是但是这两个英雄都是要出恢复装的 又是被要被冰魂克 请天徽方 敬礼英雄 哦 狼人这一局放出来是选到了 哎哎他这一局是monet啊 monet的狼人 包子的龙骑士应该还是 monet的狼人 应该是一个死灵树狼人 还是可以追酱油 搬了宙斯 然后可以分担无敌的伤害 搬了一首inflame的宙斯 对 最后一首lfi自己是两个近战核心 对方两个近战核心 是不是也可以拿黑贤 嗯 这局三号位可以选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多的 稍微带点控制就可以 他们这个阵容就是缺点控制 就龙骑士一手稳定控 三号位只要带点控制就可以 其实帕克就不错 帕克 对 还剩五秒 帕克拿出来感觉发挥还可以 主要这边的控制 对于帕克来讲就不是特别的 对没有狠克帕克的控制 危机的控制能力也不是很强 主要靠一个船长 所以危机三号位应该也是要补一手控制 感觉比较好的应该是马格纳斯 这样保证双核发育 中期装备领先是可以打的 如果是同等装备的话 主宰这个无敌斩斩龙骑士和狼人都不怎么 都不怎么有威胁 对斩不动 这边小狼一招出来 对狼人有招唤物可以分担 龙骑士本身护甲很高很肉 但是马格纳斯在就不一样了 本身可以提升伤害 而且可以让主宰刷得更快 可能会是一个装备领先 最后一首LFI 想一下这个三号位怎么选 之前也是看到 Inflame用过一盘大牛效果也不错 大牛之前他们队伍用的还蛮多的 全能 又多了一首救人点 对而且 这个核心很难死 全能配什么龙骑充脸这种还是蛮好的 对 但是选全能实施的问题是 他们这种的控制 就只看龙骑士一手 控制不太够 就是抓人的时候 如果龙骑士不在 夜魔放完V 马上TP就可以走了 最后VG的三号位 如果是不考虑其他 针对全能骑士的话 应该是选杜姆的 但是阵容 比较 剃刀 剃刀 这是选了一个比较克制 近战核心的三号位英雄 发育型三号位 老十一的剃刀 也是看到他们这边 又是什么龙骑 就反正近战比较多吧 四个近战 是的 就是剃刀比较好发挥 AOE多也可以抽攻 但是VG这个三合 还是发育周期比较长 都需要刷钱 拒绝者的这个主宰 是还是蓝色的吗 至宝 没有觉醒是吧 对啊 不应该啊 他的主宰可是绝活 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 还是说进游戏才会觉醒 可能没显示了 拿的是黑刀 火猫拿的是圣剑 树是拿了个什么 树是 法杖 只看到了个底下 树是有一个那个 一个手掌那样的法杖 挺有意思的 像如来神掌那样的一个 他还有一个眼 是这样子的 树是眼 出门开悟 开悟TP直接去放眼 两本 还真的 真的没觉醒 这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 很有意义 所以不觉醒 他也带着 上面写的什么 我们还行吧 对我们还行吧 这是谁的 这是蓝胖的吗 说的这句话 我们还行吧 啊 我就应该是蓝胖 我们还行吧 那当然 啊 蓝胖子的 说的 对 都打起精神来 蓝胖子的 龙喜事 对火猫 跟上一句一样的兑现 这边 危机貌似是 这局要钢三 让踢刀去 单全能 这样是一个 优势分路 不然全能 其实线上 其实也是一个 不太容易 被压的三号位 Inflame这个 胜物的效果 还真的是 比较的特 对 但我想什么样的人品 才能钓到这个圣物 真的是 430我记得是也有 这种 一般都是 别人送的吧 这个能送吗 这我还真不清楚 反正我是 上次听狗哥 在那讨论来着 那能送的话 可能可能是送的 这个开出来 确实很难 来直接抽攻 能提示 学被动 要被抽满 强行顶着抽攻 再挨好几鞭子 好痛 踢刀是有鞋 全棋是穷鬼盾 追着点 这波很伤 服没有吃到 被卡视野 打跑 你走进去 你确定 要被打更多下 可能要打死了 攻击力还回去了 伤害不够 再吃一棵树 打是打不死 打到中路了已经 哎呦这个 不讲道理啊 这样正好索性 顺便要做一下换路 才能其实跑一圈 跑到下路去 但踢刀这样子 自己也难 也难受 踢刀应该也是 跟着往下走 也换路 这种两个人 反正就是 我混的不好 你也别想混的好 对 哎 这个就是这个手呀 独栽也换路 舒适的这个杖子 对对对 就是我说的那个 有点像如来神掌 那种感觉 很凶 也TP 对 开始抽攻 抽一波夜魔 卡位 水是已经用过了 这波打不死 这局规矩 这种线上的 战线能力是很强的 中路两个人 互相发育 不用管 全能其实 一级觉得是光环 变得夜魔的虚空 减速 打了传长一套 传长是有鞋 问题不大 他 我感觉全能这个加点 有点加太早了 嗯 哎 再蹭过来 一个水 水写了全能 又开始抽攻 团长就是利用自己有鞋 在风筝对面 移速优势 抽全能 打夜魔 夜魔要回家了 这一步 老十一非常凶 主宰补刀 6-0 狼人是9-3 全能这个刀 居然补到了 不容易 他攻击力非常低的 刚才是被抽了 对 我的 天灰中塔 一个加血 收一个正补 他现在只能蹭 对 就是这种近战英雄碰到剃刀真的是一头包 再抽一波 更何况他一级的这个加点导致他会更难受 对 他只能站在后面用这个洗礼去补刀 但夜魔的这个狼人是先来到上路 他的补刀还行 13-4 主宰是10-0 再勾一波兵过来 夜魔踢到下路 帮全能骑士带了一些东西 带了个大药 还有个芒果 看到了一个船长 血量不满 夜魔有鞋了这波 但这个船长也不敢 太近 离得太近 这种两个人的补刀是非常接近 可以说是55开 55开 其实两个大哥也差不多 剃刀一直在压人 但是他对于就是这个补刀上面来讲 也没有领先多少 对 他一直在打人 没在补刀 然后反补四个 而且这边RFI可以拉野 对拉野空线 这张剃刀就很难把这个线压的压得很死 维基是放了一个蜂野眼 但是没有放 放了一个视野眼 没有放蜂野眼 进塔下 吃个大药 扛他补刀 混到了三级 有二级的击力 这样对于全能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 龙基中路是开了一个双倍 夜魔要去抢四分钟的符了 躲一下水 再回头没刷下路 然后但是赏金符要被抢了 哎 不要进 回来 但是还在你前面 对 回来也不行 这全场好绝望 这夜魔说我还要再回来强下面的服 反正都一人一个 来中楼看一下信使 没有 这个主宰被点得很很难受 不过还好的是他自己有补给兵 而且还有一个树式的暗炎树可以帮他回复 夜魔打一个miss节奏 现在是处于一个miss状态 让对方能战线都不太安稳 然后来中路 但中路火毛是一个满状态带有火盾 很难杀 双方线上是互相发育 踢到这一路也没压球容器是太多 只是小压了一点 压制可以接受 天徽军团正在扫描 想绕过来加血补一锅刀 想耗剃刀血 二级加血 自己带着一个有个 A一下 先手水 一个回头正好走开 标记 磨免 再走 还差两三下 这水刀漂亮 团长这边水刀是 给了一个助攻 对最后这下攻击力还是踢刀拿到人头 对 踢刀自己也可能正好A不了最后一下 我觉得术士 不这个全能刚刚自己打太凶了 他就是想勾引对方一波 然后自己蒙面回去的 感觉就是想故意这样做的 不然没有必要往前那样走 但他刚刚走上去的时候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就是用这个技能去消耗啊 龙骑士 龙骑士龙变了 先手水 没水起来 抽弓 再标记 应该是可以抽满 红毛离开C的范围 再来反捆 一个水刀 但龙骑士这个反跑 放魂 而且 夜魔 冰魂也都在 对 龙骑士有口火 再晕一下 这样没有来放火了 这个血量 等下一个水 风露水 没水到 石瓶被打断 嗯 阿福再扣一下 哎呦 被一鞭子抽死 刚才应该攻击之后还是在的 剃到三级抽弓 二级被动 没有加F 主要靠抽弓来提升输出 因为他这个抽攻击力 跟船长的标记跟谁都可以配合 可以看现在一个个人经济情窗 龙骑士虽然死了 不过他经济还是排得非常低的 补刀比较好 龙骑狼人 双合式排第一第二 主宰有点惨呀 嗯 下路 又要打起来了 还抽弓 他又躲了一个水 风露水 回来一个三级的洗礼 给自己磨免 A一下 再A 给虚空 但是有宁魂之泪 而且他的攻击力好高啊 漂亮 加血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想再追 没有这口加血就不行了 可能气势没蓝了 就追了 这波夜魔打 这波夜魔打的是很不错 利用隐身 完成了一波击杀 给buff 想强追 飞树林 有蓝了 一下 带走 这边没被他砸死 吃了一棵树 血量也还回过来了 夜眼向他 正受到攻击 狼人是要做祭品 然后 应该是这局 终其要不死灵书的 肉吃光 钱留下 两个酱油过来吃一波弹 等一下全能 白天了 我的 全能其实应该是要做 魂戒 做出来了 全能其实中期比较适合补一个点金手 看这一局他是直接出点金 还是做一个密法戒 或者战鼓过渡一下 他这样应该是战鼓吧 你看他那个 那个是先做魂戒的 先做魂戒 这边火猫是发现了一个冰魂 想单杀杀掉了 自己被冻住 但是夜魔在白天也没有什么办法 杀他 龙骑士要做一个战鼓 两个人在上路 这波想逼一下上塔 逼上路塔最好来一个酱油 冰魂也来了 夜魔中路白天 利用这个线补一下发育 龙骑士变龙 点塔 给个知名链接 主宰是有六级的 看这波威技能不能守 把兵先勾回来 龙骑战鼓了 也不太好强推 只是点两下 消耗一下塔的血量 对线期比较长 上方还是在继续对线 两个要等战区节奏的话 RFI需要等晚上 然后威技需要等船长六级 现在白天夜魔在 补发育 船长也是在补六 这两个大哥不管不顾 就是要耗塔 第一说的塔房 这个有点不好耗 龙骑士龙没了 算了 夜魔在中路倒是快到六了 主宰是选择了一个相位 魂技 这样可以无限转 把兵勾过来 加野怪 满级转 一波转 全清 这不会是个法系剑胜 之前有见过法系剑胜 是出魂技 开转 不断清剑 然后出灰药的 比赛中 我是从来没见过 比赛中都是比较常规 对 那个法系剑胜 需要等到25级 加满那个天赋之后 配合左边的天赋 才有效果 就是这种 都是有太多的条件在里面 对 属于容错率比较低的这种做法 这一局两边的这个 发育情况目前来看是比较均式的 全能其实要做一个相位鞋 老人积平了 火猫纷争也没有带队 但是这波船长有6 应该是要开一波物的 两个物已经买好了 这波看带谁 带剑胜有斩 带火猫有纷争面纱 带了剑胜有斩 这套三连看去找谁 上路线 狼人逼过来放大招 想直接杀术士 但是没有控制 杀不掉 把人逼走可以推塔吧 这两个人 开物过来 有想法 看到了冰魂 直接魂界给斩 闪 闪死 叶魔这边 留了一下船长 但是狼人没大了 已经 已经没大了 船长是有三连的 标记 船 水 三连 自己这个位置 被先抠死 但是狼人被留 火猫支援过来了 对 剃刀也来了 危机三合全道场 强杀狼人一波 全能其实也赶过来 但是来的稍微慢了一点 龙齐是略有点笨重 过不去 这波危机是一个一换二 龙齐中路街变龙 炮塔 又是一个塔房 这一波还是想手 踢了圣坛 就 开圣坛 就再放个治疗守卫 强行晕住 卫浪放大 这个位置很好 反打 但是抽空被秒断 水也没水到人 冰魂这个大招砸空 标记 全能骑士放大招 这边开转被黏住 火猫一个纷争 变杀个TC捆住 全能骑士 有加血吗 有了 猪崽的位置直接被点死了 全能加血 用一下没死 猪崽被击下 再把这边的地狱火点掉 这波卫浪和大招放的还不错 但是剃刀这个攻击力 没有抽起来 然后船长那个水 没有水到人 这两个技能空了 遇到关键 提到他 他主抽攻的 对他加点是主抽攻 所以抽攻一旦是失败 他就没什么用 就是高级步兵 高级远程兵 冰魂这一波是没有来 在下路补力波发育 六级甩一个大招支援 其实还是要补个秘法鞋 中路的这个一塔又是没有推成功 但是没关系 RF现在发育也可以接受 等到龙骑士跳刀和狼人死灵 输到二级时候 会进入到一个他们的强势器进攻 下路兵魂被发现了 也被强杀 冰魂这个英雄也是 刚刚就说到了 上一局的悲情人物再次重演 被虹猫单杀没什么办法 上一局他打到后面 经济并不穷啊 这边中路塔不想放 一个水船先手漂亮 水三个 船三个 致命连接接斩 但是伤害不扣 没杀死人 一个都没死 哎呦好尴尬 刚才缺少一个爆发 缺少一手三魂撞脸 或者是乌浪米的大招 不过这个 还是右手下来了 船三个 水三个 尖胜放斩 一人斩一刀 他刚刚有致命连接还 有致命连接 但尖胜的装备太差了 他就一双相位鞋 加天恩戒 装备还没有起来 斩的伤害不是很高 其实 现在斩还不如转的伤害 想再次进攻 对 然后刚刚他们的大招都放掉了 真的 危机没有技能了 天灰下塔 正受到攻击 龙骑士交变龙 那是稳推了 相推一个一塔 叶某在塔后看一下人的情况 龙骑士开了一手战鼓 想留 剃刀这边往上走 这个位置没有圣坛的 但是LFI好像也没有看到剃刀的视野 算了 这个战鼓开的 两边是相安无始 就是互相撤退 好吓人的样子一开始以为 对 天灰下塔已被摧毁 下路也被火猫给推了 嗯 那这样火猫应该是纷争面杀飞鞋 二十九还是比较不错的 二零二的数据 但是拒绝者的主宰这一局 前期刷的就不是很顺 想中期补个引刀 补引刀就是偏带线了 龙骑跳刀了 嗯 加两百生 正在扫描 站在你脸上 开转 啼啼 你不管了 狼人在出死灵书 对 但因为是假腿祭品在转死灵书 所以 所以比较慢 嗯 拉一波远古再打 如果狼人打远古是无伤的 哎 火猫那边上路野区 发现了一个夜魔留住 TC接水 啊 杀掉了 还想继续留冰魂 但是船上 跑了跑了 没有视野 而且施法距离应该也不太够 它是二级标记三级水刀 比较偏发育的一个加点 这才符合 国士无双的风格 没错 国士船长 现在RF还是在分散发育一波 这一波龙骑士 有奥数服加龙加跳刀 应该是可以开一波物 呃 等夜魔复活 带狼人或者带夜魔 其中一个人开物就可以了 这波危机想推上 这卡RF 要守龙骑士 先是奥数服一口火 变龙了直接 啊 反正是奥数服 变龙也可以 利用这个龙可以考虑继续开物 这个物可以开也可以打钱 他们有眼 可以看到船长从那边走过去了 刚刚 嗯 是不是可以考虑去装着吓人啊 嗯 貌似是想打钱了 跳过来就打钱了 怎么还是要等狼人死灵书等级再高一点 至少是二级才比较厉害 一级死灵书其实 有点弱 对很鸡肋 三级是质变 二级中级还比较强 死灵书到级是越早越厉害 这边龙骑士的龙用了一多半了 然后RFI的人抱在一起 但是这波龙应该是不开悟了 等一本狼人死灵书 然后龙骑士的龙下一个龙很快 他是奥数不变龙吗 这边狼人自己被留了 哎呀 狼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被留呢 是打算早点来控服 不太理解 应该肯定不是控队 应该是维基开悟的 被维基开悟撞到了 看树士上是有误 这边 维基包到中路 这一波是树士有大招 船长 一个先守水 没飞机 差一点 全能骑士 没肯踢二塔 这刀抽弓 封脸 直接冲脸 个TC 加写 冰魂大招甩出来了 哎呦 还是死了 老师被冻住 龙骑士口火直接秒掉 这个有点换亏了 对 这个封脸提到 沃老可 大招S一下 被沉没了 被野魔沉没 断了一手 再放大 放出来一个斩 龙骑士全吃 龙骑很肉 全能一个大 主宰这个位置被狼人追 已经空蓝了 再往前继续追 跳过来 对 过来补机 普通带走 野魔再追 火猫也没蓝 被这个死灵褲打的 全没蓝 龙骑士下一手 跳晕有没有 4 3 晕住 A一火 不用火了 带走 几下普攻没了 这波危机好亏哦 对 危机在这个位置开团 正好被狼人死灵褲 打了一个很高的伤害 主要是主宰跟火猫 都没蓝了 还有就是剃刀 他抽弓 抽一个冰魂 但是被冰魂 大招甩中之后 自己被冻在那了 对 龙骑士一口火直接秒了 踢刀这个装备 又是一个封脸出装 这个装备 踢刀是很脆的 开着封脸中 冰魂打 确实太容易死了 中路 一个先手自信水船 没水到人 收了一波冰 莫乃继续放大招 但是被标记了 拉回来一个反跑 狼人跑的还是快啊 踢刀跑的也很快 但是追不上 龙骑士三千 这一波收割以后 龙骑士非常匪 对 狼人二级四零书 龙骑士三千块 是没有选择找 找出PK比 而是直接出了一把引刀 想加快一下 中期杠客的节奏 抓人会更强 这里有个双背斧 双背斧 下路一分钟在逼他 吃完这个双背斧 下路卡可以推啊 这个位置有眼 LFI视野很好 能看到人 而且Wordlock没大招 确实是一波进攻的好机会 他们三个人杀人 其实已经是够了 龙骑士跳晕定位 并分放大招 加一口加血 主要这个双背斧拿着 是可以进行一点事情的 引刀到手 上路两魂转过来 抓一个狼人 狼人这个位置 剑胜一开始 没斩 开转 狼人跑不掉了 两本死灵猪貌似 也是被 冰魂大招慢了点 中路龙骑士 也是一波动手 强杀了一个船长 但自己被抽弓留住 有引刀跑得很快 老十一 地上有个针眼 又是追不上 开着风两只冰魂 一二三 哎呀 这个冰魂真的是 人人都想来欺负一下 但是 队友要来给他报仇了 有一个引刀 主宰龙骑士 晕住 一个加血 夜魔也过来 老十一已经死了 主宰看了一下 没有险形 还是跑了 龙骑士开引刀 想再留人 主宰开转 结束之后 往前要跟一手控制 晕的是火猫 晕火猫杀不死啊 但是出这个大招 直接打下来 船长标记 顺手就是一套三连 龙骑士吃了一套 给一口加血 没怎么掉血 很高龙骑士 火猫被打中 这样棒是没用了 但是第二手控制也跟不上了 对 这一波波老克大招 又是这样放了 那么接下来 LFA可以考着去打盾 直接过来打 有二处符 这个符看给谁 给龙骑士 感觉还是好一点 全能吃了 全能直接吃了 全能这一波大血 狼人二级输 这个盾 危机不想放 术师没大招 对 LFA有眼能看到 船长也没大招 剑圣引刀在旁边观望 但这个位置 LFA有针眼 引刀想偷兵魂 A一下给斩直接秒兵魂 又来杀兵魂 龙骑士被抽空 但是火猫 船走没死 差一点点 狼人冲脸 咬船长 标记 把他标记回去 再要剃刀 怎么办 没咱了 剃刀开着封脸 他跑得快啊 跑得非常快 狼人追不上 这三个被打残血的人 先去吃个圣坛 LFA还能不能继续空盾 这一波威胁也教了一些技能 剑圣是没大了 不敢控了 是不好控 狼人也没大了 引刀龙骑 在中路看到了一个术士 动手了 跳晕 跳晕变龙 夜魔跟上 直接杀掉 那这一波可以利用 Walk的阵亡去空盾了 只剩下 一眼上 正受到攻击 危机这是还不想放吗 船长水船是有的 火猫 飞鞋 已经飞过来了 还是不想放 龙骑士 先手 找船长 很关键 船长 被沉破 船开不出来 被秒了 Walk买活 但是买活 火猫飞魂 其实没大的 去追这边的夜魔 狠住 夜魔一换一 术士买活 但暂时没大 这个买活买的是有点伤 没大的术士买活 就能给手致命连接 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危机很坚决 表达出一个信号 就是不让R5控盾 围绕这个肉山盾 双方打很久了 但基本上可以说 可以说是军事 一直都 就这一波你赚一点 下一波我又打回来一点 对 狼人三级输 等到狼人跟龙骑士双BKB 那波R5还会迎来一波强 狼骑士的233 这一局 R5谁这边出个青年宝珠 青年宝珠 现在还有点出不起 青年宝珠其实很贵的 但是还出不起 龙骑士想补的肉一点 还是要出挑战 大鞋已经有了 打到后面出个青年宝珠的话 还是比较克制VG的这种 VG开悟偷盾 被小狼直接发现了 狼人变身 正好是一波放大招 一个夜晚 磨免狼人冲脸 但是没空只能跟 VG开个战骨全跑了 狼人回头咬盾 开三级输 先反一波视野 上来 再反眼 三级输还是厉害 但这一波VG肯定不会放 沃浪克场上都有大招 所以这边R5也没打 想要杀人 龙骑士 跳了一下火猫 冰魂大招 砸过去 砸到了 后续伤害跟不上 老11 哇这个伤害 沃浪克 大招慢了一点 被一口火吐到了 是的 再追 点掉棒子 你把这个棒子点了 一口大血 这一波VG想守 剃刀需要买活才能守 反正给雨水看一下 标记 全能站着不动 标记吧 他反正自己有技能 可以 那这个盾VG只能放了 空洞 L5空洞了 对 L5进空点还是比较多的 龙狼狼人 这个拿盾 这边又找机会 先手 帕子残血了 已经 啊 被休息点死 上啊 莫泰特之心 中期是这一波之后 3000 快3500了 对 这一波杀 杀歪人之后 还可以继续推 那这样L5这局 这一波就很开心了 打盾 杀人 水船清兵 掩护 这个延缓一下 推二塔 影响不大 我也是进甲友了 现在LFI暴团打真击战 危机是有点接不了 所以要直接上高啊 三合没有正面装备啊 肩胜出的是引刀 打团的时候没用 替刀是疯脸 对替刀是疯脸 直接开三击出上高 先手替刀 冰魂大招 擦到了 直接秒掉 擦房开一下 替刀买活 买活就撤呀 可以走了 已经很赚了 给个磨面有没有 拉回来 给个加血 龙骑士被集火了 放大招 没有散失 龙骑士被抽弓 再给赚 这个要死了 其他人看能不能撤 赶紧走 能走一个是一个 双合走了 双合走了就行 这样最多留一个 都走了 留了个龙骑 只留一个龙骑 夜魔这个地方 应该也可以走 可以 飞还在 对 飞个地形进来TP 可以了 这波是逼着提到一个买活 被抓一个龙骑士 但是下过龙骑士复活就有BKB了 应该 三千五 在大印刀 火猫是补了一个林肯 他太容易被控了 控到就 活不下来 但是这个林肯也是一个带线装 打完的时候 威奇又是输出 输出不足 对方全能骑士一个加血 一个磨免 一个大血 能抵消威奇很多的输出 把威奇那个两个向 有两波AOE挡住 威奇又没有后续的伤害了 这个斩 无敌斩在 狼人龙骑面前 其实威力并不是很大 而且尖身也没什么装备 接下来玩 应该是会继续来推 最多是等龙骑士一个BKB 狼人BKB也差一个卷招 修克不足BKB 下路主宰走了 天徽方 一个扫描 发现了火猫 流魂了 对火猫是流魂了 而且也没有没有去摊杀这个冰魂 这个扫描 有点厉害 下路推 下路还有两个塔 这个时候二塔处的推进 危机是很难接的 只能B站尽量刷 火猫这伙军技还是特别好 对 火猫经济好 但是需要 队友王它刷入一个速度的环境 它这个经济也只是能团战中收割一下 或者消耗一下 自己人是不敢上去输出的 还是要有人去卖才行 现在狼人的死灵树这面能力很强 下路这个塔要直接放无法守 龙骑士是选择天堂之己 没有跟BKB 对这也是一个变相冲入的方式 他觉得自己很肥 不需要出BKB 有天堂多闪避 也可以限制对方的输出 也还可以 引刀罩一波后 二塔也是稳推 上路二日是带了对方一个一塔 但是二塔应该带不动了 这波LFI可能会逼高 狼人BKB了 但是狼人BKB在家里面 没运过来 这波不一样 狼人有盾 开始上高地 开三级书 消耗一波 能够是冰龙 直接先手 找的是谁 船长 直接秒掉 买活 冰魂一个大往后砸 没砸到人 放大 击刀抽一波攻击 狼人被抽了很多攻 狼人被抽了133点 先好一下 对狼人没攻击了这波 船长再开一个水船 全能够放大招 Cyper强持伤害 运劲吃不住了 往回退 被斩死 给狼人一口加血 这波RF要走 磨免TP 伤害应该是 不死 这波是又死一个龙骑士 这波是逼了船长一个买活 杀一个冰魂 中立生物 中立生物 抢了一波劲 我突然觉得 那个龙骑士 其实还是BKB好呀 对 肯定是刚证明BKB会好一些 打船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水船的伤害 也是比较高的 是因为他们现在最主要是他龙骑士不能被限制啊 他得冲在前面去追着别人打呀 对龙骑士肯定会吃伤害的 嗯你现在是属于要去上人家高地的时候了 我觉得BKB还挺重要的 老人顿消 但是 肖顿招有带BKB了 下路VG是反推一波 这波反推 二塔可以让了 开了波塔 防龙骑士还有八秒 暴四十点来不及守 RWFI是不太想让的 他们现在是个优势局面 不想放塔 来了 开转点塔 再TP 有车转 龙骑士直接流 反母了 狼人变身找人流 看到了踢刀 但狼人自己没有控制 踢刀开封连跑就行了 移速也是550 追不上没办法 这移速 丧心病狂 来者不拒 龙骑士下一剑再来补 小剑出的稍微多了一点 天堂之体这个时间 其实他的限制能力 比较一般 撑肉的程度也没有 BKB来得直接 我们要补离个电锤 他可能是考虑到 有权能在 权能有时候照不 照顾不过来 这么多人 权能手上 他技能有CD 而且他技能不可能 正好在你被动手的一瞬间 给的恰到好处 他自己可能也会被控的 自己也会被控 然后包括狼人 也需要他的这个各种技能 天堂上就是开转 带线TC 方队友牵扯一波时间 快散尸了 有了 散尸 中路踢到 但是没控到 龙骑士这个 有点失误了 他是 先跳 没晕到 再变龙 但是距离不够 他如果先变龙 后跳的话 就晕住了 结果狼人是交了大招 那只能走 剃刀 BKB 中期维基还是 把这个局势 拖延住了 LFI虽然说一只暴腾推击 但是一只没有能够推下来 维基通过剃刀 跟城长两波买活 守住两波高地 算是挡到了狼人 这个死灵书的强势期 死灵书越往后是越弱的 30多分钟了 死灵书确实不强了 给到了沉默 但是第二手控制跟不上 他们阵容控制也比较缺 对 想杀船长 看到了 跳晕 土火冰魂大 一口加血 直接杀掉 剃刀抽弓 但是被天堂 A不出来 剑剩一个反包 找冰魂 三刀切死 再找龙提 被晕了一下 开启BKB 托了个放大招 全能的位置 推一下 有闪失 闪失掉 远期能其实被杀 二换一 这时候危机的三核装备起来了 已经是过了RL5的强势期了 感觉龙骑士这局有问题啊 没有出BKB是吧 没有出BKB 然后刚刚中路动手也没失败 但是还是没有发挥的特别的好 RL5主要是没有能够在他们最强的那几波 把高地推下来 两波都是危机通过买活手术了 下路如果我觉得龙骑士有BKB的话 是可以不用死的 就是他那波 参加自己第一波 当时他比较肥 他的想法可能是出现自己之后 PKB可以很快地补出来 是的 但是被对方卖活大呀 打过来一波 要等一下 团队的经济现在被缩小到 只有1000不到的一个差距 这个经济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关键是危机的三核 这个装备都起来了 三输出核心 这个LFI的龙骑士就没那么肉了 一旦龙骑士团战中肉不起来 刚不住伤害的时候 团就很难打了 因为全能骑士出了一个纯辅助装 他是没有输出的 他下路秒船长那个思路是对的 但是船长交了买活之后 LFI可以考虑先退一下 打得太刚了 当时觉得自己很肉不会死 但发现对方的输出还是有的 冰魂是真的穷 冰魂中期被杀太多 而且是一个纯5号 为需要买野 肯定穷 沃拉克应该是补雷的点金手 所以说有经济 船长自己是可以打钱 有水刀 这样打下去的话 就是术士和冰魂的一个差距 就会拉开来了 对 再往后拖应该是要进入到危机的 逐渐进入到危机的强势期了 三核有输出 然后四五号位也是有声音 冰魂是太穷 比较容易被切 夜魔他虽然说比较肥 但他不属于团战型英雄 出装也是偏功能型的推推棒 加上勋章 地图上 现在基本上都没视野了 狼人这个位置 给到沉默 直接杀 有机会 冰魂大招 二级波大一了 被秒了 这一波很细 他是用死灵叔抽篮 破了林肯 让夜魔先给到了这个沉默 这个死灵叔破林肯 火猫是知道的 所以说他没有一伤 夜魔也在附近 这一波火猫死的是有点伤啊 最肥的火猫 他跟狼人消耗 其实没什么意义啊 是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局面又被送回去一些啊 对 他又不可能杀死狼人 他只能跟狼人耗一下 因为这样的话 接下来LFI可以控盾 对 那么他们带着盾在上高 就又不一样了 是的 维棋是给机会了 对的 龙骑士这个时间也是已经有PKB了 这波肉杉维棋并不想放 火猫是可以买活的 再考虑 要来就得赶紧来 夜魔在旁边看 夜魔破雾 给水 龙骑士变龙 躲开 肉杉马上就要被打掉了 这个盾先稳控到 龙骑士隐身看着情况 想留人了已经 推过去 人已经跑了 人跑了 但盾买空到 已经是比较赚了 这波抓火猫 控盾买 二日平时还是一个比较稳的选手 这波是失误了 被迫林肯之后 他也没有意识到 是夜魔会在附近 LFI是在配合 他单纯的以为狼人是在抽他 被迫就破了林肯 接下来等龙骑士下一个变龙 再去上高 是的 龙骑士也BK变了 现在 RFI只要处理好一下兵线 下落的兵线是 不是特别好 龙骑士去收一下 全能骑士补一把跳刀 全能骑士这个英雄往后打的话 其实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还是中期那波比较强势 后期就是一个团队窗的携带者 上路 夜魔继续往前去找人 剃刀是附近 但是船长在蹲他 有BKB的剃刀 想强行动 狼人变身 咬一下 减速 放大招 直接开BKB 狼人也开BKB 强行咬 还差一点 拼移速的时候到了 还差一点 哎呦 这要暴击 扎心了 而且船长这里也跑不掉 也陪葬了 船长不能买 踢刀是可以买活的 上路这个二塔可以直接点掉 这波兵线比较远 二塔可以强行BD 但是转化不了成上高 下路 VG的两个大哥 要直接去跟你对拆 对 全能 绝TG 落地个TC 箭剩 大电锤套上 没有给展 开兵赢 全面加分 直接斩 给大 有散尸吗 先给磨免 散尸不了 TP TP MFLM还是很细啊 先给自己上了一个磨免 狼人强袭到手 不过这一波 VG通过两个核心的带线 把他们的一个局势 推移了一下 把人逼回来了 缓了一波 这边龙骑士引刀 是各种找机会牵手 下路线 狼人逼过来 全能骑士跳刀 这一波箭剩没有大招 龙骑士有龙 变成中路钻已经开过了 但是队友离得很远 哎 没有先手 狗仔也BKB了 火猫利用自己的机动性 赶紧把线带出去 狼人把下路线带过来 中路线队友抱团压住 两路线都带好 因为RFY可以 找一路推一下 这火猫带只能带一条线 来了回来了 这波也要上高了 直接开笛子 这波要墙上 水起狼人 并没有开船 塔 塔房开一下 残血的 开转 开转 但这个塔还是要被点掉 对塔点掉再往前推进 开始点兵营 水起龙骑士 给一个大鞋 抽空 马上推走 卫士忌 狗仔开了BKB 这个BKB开上了有点 但是他没有展 是的 刚才展没好 现在好了 但是单位有一点多 再开转 狼人有盾 往前顶 把兵清掉 火猫只有一半的状态 船长的这个技能消耗还是挺烦的 对 这一波RF还想了一下龙骑士 龙快要结束了 走了 可以去拆一下那个 把圣坛拆掉 对 圣坛 而且圣坛差了得立马走 对 龙骑士没龙了 诶 这个狼人 不好 走的方向 被提到跟上 可以了 在那边标记回来 解掉 给一个磨灭 问题不大 走了 走了 tc一下 大血解掉 各种解 游戏也是不太好留人 除了沃拉克庞大招之外 游戏没有什么特别硬的控制 但是他们这局还好啊 就是只掉了个兵营 这波 龙骑士空了一个双倍 天灰上台 正受到攻击 火猫继续来处理线 这局是上路线 带过去 然后准备拆上 上路送坛 把能建立的优势 先一点点建立起来 火猫是补了一把跳刀 这个火猫的出装 比较灵活 但输出能力 其实 比较一般 并不是很高 龙骑士紫愿 要出血迹 还有紫愿可以去强杀 沃拉克 也可以去限制这个火猫 对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视野 打先手 把对方沃拉克秒了 对 这样少了一个大团控 对 紫愿在运 运到身上 紫愿在打之前可以开双倍 然后换紫愿 打先手 龙骑士因为点了加钱 所以经济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狼人顿势已经没了 先手水 大引刀破被动 给斩 开BKB 强行跑 反打 打出一个被动 晕剑胜被咬死了 再往前继续 决火一个大招 那个大招是空了 龙骑士也有BKB 国师无双这边是 撞死一个小红人 直接被 弹了一截 再是有约 晕到沃浪克 点死 沃浪克也阵亡 瞬间死三个人 剑胜不能买活这一波 剑胜船长都不能买 对 那么他们要上高了呀 应该直接上下路 是的 数十买活 数十买活 还有一个大招 但是火棒跟死掉两个人不敢上啊 全能冲联赶人 龙骑士这波是双倍服拆兵营 拆得非常快 拆得非常快 可以直接转中 再转中 现在LFI知道 坚胜应该是买不了的 是的 等了这么久都没买 肯定是买不了 正面打不过了 两路告破 危机两局选的智能都是正面能力比较弱的核心 还可以继续拆 其实 是可以拆 但是LFI选的球稳 他们破两路 龙骑士没龙了 对 拆掉圣坛 再控一波盾奶 这一局就能赢了 这一波危机选择强动一个狼人 但是发现 面对这样一个装备的狼人 剑胜斩上去 真的就 斩不动 就杀不死 在斩的过程中 狼人开BKB 开变身 然后 他有小云 斩完之后一个反咬 剑胜被咬死 很尴尬 狼人是更新了一下大爷爷 他的子愿呢 谁 这是剑胜 龙骑士的子愿在这儿 龙骑士已经开始起脸了 水起来 但是我有奶酪 我有奶酪 我还有大鞋 笛子我都没开 危机有点着急 想打 一个水 水起了龙骑士 给龙骑士套一个清莲 这边在抽全龙骑士的弓 龙骑士变龙一个反打 火猫直接被秒掉 火猫选择买活 狼人去追 把这边的术士再啃死 术士大没放出来 被杀了 冻住了一个 传长已被咬死 正面强杀一个龙骑 火猫买活的 火猫也死了 龙骑士推一手没死 踢刀过来 一个斩一子躺 转结束之后也跑不掉呀 杀龙骑 自己也咬死 打出积极 恭喜LFI 2比0战胜VG 两局比赛VG的选择 阵容都是感觉 正面能力有点薄弱 被对方后期正面一波 带走 那么 恭喜LFI 这个2比0的话 其实也赢得 不是特别的轻松 对面 VG 对面 对面 看